大家好,这里是小胖鱼时机 今天我们做一道草莓的小甜点 首先在100克水中加入20克的白糖 搅拌至融化 碗里乘80克糯米粉,20克的玉米淀粉拌匀 把糖水倒入粉中 加入10克的玉米油 搅拌成顺滑的糊状 取一个盘子,底部抹一层油 把粉糊倒在盘子里 盖上保鲜膜 放入开水锅中蒸15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处理草莓和豆沙 草莓切地 把豆沙球放在保鲜膜里 压成薄片 再把草莓头朝下的包在豆沙里 捏紧 以此包好所有的草莓 我们把蒸好的饼皮刮出来 盛在碗里 搅拌几下 按草莓的各数均匀地分成小份 带饼皮不烫手的时候 用手把饼皮拉扯正薄片 把草莓头朝下的包在面皮里 底部捏紧 用手搓圆 放在椰蓉里滚一圈 草莓大幅就做好了 我们切开一个看一下 新鲜的草莓被红豆沙包裹着 最外层是一层柔软的面皮 我们捏一下看一看 面皮非常的软糯 咬一口下去 非常的清爽甜糯 谢谢大家